我去外面 好啦啦 你要說幾分 我們小時候要去打 你才會幾分 對 你還要兩位 還要這點 我拿這帳不來做 喔 要這樣做嗎 沒有啦 應該啦 婆婆媽媽們很開心 當場向市議員蔡旺蓮表示感謝 讓他們等公車更方便 沒有啦 沒有啦 應該啦 應該要做 沒有啦 不敢當這個 應該的 由於許多蔡蘭族的婆婆媽媽們 都喜歡到欺賭男星市場才買 再回到明德一路上 欺賭郵局對面搭公車 回到賭南及百福社區一帶 但是公車站牌 經常會被圍停的車輛擋住 導致蔡蘭族的婆婆媽媽們 搭不上車 因此市議員蔡旺蓮 特地協調公車處 以及站牌內的東風國術館幫忙 並且爭取經費 終於順利在8月7號 完成公車電子看板的裝設 因為來這邊搭車的 都是比較上年紀的這些好朋友 那我們調前旅長 也一直跟我建議 那我實際上也來看過 現場確實是這樣子 很多上年紀的為了要搭公車 然後沿途有我們泰安 六堵也好 百福社區 堵南 長安 甚至有瑞馬林 都有很多這些需要交通工具的這些 巴士的這些旅民 他們來這邊喔 因為這邊都會不好停車的關係 有很多的車子都會暫停嘛 他們都會跑到外面來看 外面來看這個下雨天喔 真的非常危險 而且如果裝著這個智慧型站牌以後 會保持他們知道多少時間 多久車子就會來 不要讓他們進進出出排來跑去 尤其是下雨天 所以我們真的認為說 這個我們一定身為民意代表 必定要去幫人家解決 所以我就去拜託我們公車處來會看 然後來爭取我們東風國術館的老闆他的同意 剛剛我特別去感謝他們喔 這樣子就是說 無形中我們會降低 給予我們很多市民 他要搭公車的這個方便性 跟他的安全性 這個也是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所該做的一份責任 謝謝 蔡旺聯和陪同的市公車處人員 除了一直留在現場等到公車電子看板 完全裝好之外 也親自向東風國術館屋主表達感謝 願意讓電子看板掛設在起樓梁柱上 方便搭公車的民眾 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婆婆媽媽蔡蘭主門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導 抹草 �衡 旺 兩地